三国中产党 今天就讲医委会 就着放宽海外医生的执业资格 投票的情况 应该还未到 要讲回最新的情况 首先医委会提议有四个方案 被全数否决 在很多反对或质疑声音之下 现在他们会重新投票 为什么会被四个方案同时被否决 最主要原因是他们临投票时 那个主席是中大医学院的 他们就说不如我们用暗票去投票 暗票去投的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还未投票之前 就声称有六十多个百分比的医生 是支持放宽海外医生引入的情况 即是资格的 但是在暗票之后 最接近的方案 都是以一票之差就否决了 首先问Kelvin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有这些结果出来之后 我在我的Facebook里面 看到很分化的说法 就是有几个好的朋友 是 一个呢 他就说 就是说医生 你也是保护主义啊 你这一群主义民事啊 就是挂着自己的饭碗 不离香港的死活啊 把口就说很逼很逼 我们要放宽 身体最诚实 一投票的时候 四个都达了中 都否决了 这个看法 就是说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个是带法的 另一个看法 有些医生的朋友都说 其实不是啊 医生其实很多都很支持要引入的 不是说纯粹为自己的利益 他们做了医生的 除了想钱之外 都真的很顾病人 有这种心的 事实上他认识的朋友 医生朋友 维海一群医生朋友 都很支持这种事情 我这里真的要插把嘴 他觉得他自己很偉大 就不代表他 他的行动出来的事情很偉大 这么说 口并的行动是可以完全同的 我先说一遍 其实我同意香港的医生 其实都很为病人 但是很为病人 和很为自己的荷包 这两样东西 在逻辑上并不自相矛盾 是的 但我想那个问题就是说 他现在的结果就是说 四个方案都否决了 那究竟他们都有他的意志 他们有意志 是不是真的说 四个方案都应该觉得否决了 还是他们都觉得可以接受呢 我觉得有一个落差 第一个说法就是 总之就是埋怨医生 全部医生都是 纯粹为自己的利益 一毫子都不让人放进来的 就是不可以让人赚 这个看法 最自私的医生论 很自私的 另外一个看法 我相对倾向有少许的看法 是有医生是很顾自己的荷包的 但是这个情况下 实际上太过逼了 实际上太不够医生了 所以医生从他平衡之后 都觉得可以引入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就是说 因为他这次除了固自然有部份 要去可以指责那些部份的医生 就是固自利益自己的利益 但是另外一件事 可以投诉可以改善 结果不同 就是投票机制 是说了很多东西 是机制很奇怪 而机制也都令到有这件事发生 怎么这么说呢 首先 就是大家对这个投票 有点研究的人都知道 或者做过学生会 小孩的时候都知道 怎么样呢 小时候做过学生会 有时候我的朋友 就教了出一条条条 就是说 你是不是经常都叫他们投票 那些人多投几次 那些人就不离投了 投票疲勒 类似什么 他有四个相似的方案 四个都要投 他投的时候 赞成反对 他反对的究竟是反对什么呢 我反对的是反对 什么都不搞 现在这样 还是我反对 其实四个方案里面 我有个心目中觉得最好的 我反对的是 我有一二三四 其他有点没那么好 其他没那么好 是怎么样呢 当大家都有心仪 觉得最理想的时候 可能有个谈论 我只是支持我认为最好的 但如果个人都是这样想的时候 个人看法有点不同的时候 就谈到很多反对 所以他的投票机制是很蠢的 结果看得怎么样呢 最多医生支持 最多票数支持 最少票数反对的人 其实是最宽松的 其实是件事加不起 就是加了医管局 卫生署 几个部门 你只要在那里实习 只要在那里任职三年 就免了实习期 其他的反而就是 只能够在医管局 任职了三年 才可以免了实习期 那就宽松了很多 所以你一方面是说 看到四个都否决了 连最宽松的都否决了 你就觉得医生最好衰 这个看法是对的 但你当看他投票的意向的时候 反而最严谨的议案是最多人赞成的 反而最宽松最容易引入多些 让他更容易去执行业的话 那个是最多票数支持的 还有之前有黄勇医生说过 原先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四个选一个 是临时才把它变成四个逐个表决的 你也看到投票的很像 因为我四个选一个 我不是选择我心目中最好的 最好的就是最宽松的 但亦是差一票被否决 但我也要质疑 是否代表医生就是犯罪呢 因为你要留意 医委会有32个成员 有16个是医生代表 有12个是政府委任 政府委任的是不是医生 都是医生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 应该多数都是 有3个就是病人团体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萧委会代表 为什么病人团体这么少呢 原本没有 他都是这些专业的 你知道吗 那时候医生已经吵吵闭了 你这样搞 你搞到我们的医生 权益不能得到张显 我不反对这个说法 我没有反对这个说法 我不是说医生利益 我这个专业 我专业 为什么那时候梁家露 搞到要拉布 我经常都说 建制派怎会不拉布 你自己利益的时候 就是拉布 但是重点是什么呢 最近的都是15票赞成 14对15 那15个人可以是一个 刚才我说16个医生代表 一个都没有 会不会全部都是政府委任的代表 因为政府说了一定要投就投 然后再加一两个病人代表 加上萧委会 那就是15票 所以就算这样说 都是脱除不了那些医生 是不是守护着权益 还有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小的 影响医生素外 我先说最新的发展 因为这个质疑也不太需要 因为下个月他们就会重新有一次新的投票 听说就会在他们的主流意见之下 就决定投票方式 多数人都预期是会用名票的 合理 到时有人监察你就知道那个代表 名票同行不好 你这样分四字投吧 不是 你分什么都不要紧 如果大家有公众监察到哪个人的意愿 你就没得走了 你不要再跟我说 口说很为病人 但是投票你可以投你 但是你这样分散开的时候 都会分到支持的票散开 是 如果你四个都可以投赞成 如果你有一些特别方案没有投赞成票 你就要交代 但是我投的时候 我都会说 其实我想最宽松的那个 但是我怕我倒了最宽松的时候 变成支持救票的那个 当然这个也有一个问题 如果贊成了四个都通过之后 究竟选择谁呢 他也没有说到 所以很蠢的 但是我都同意周冤太师刚才所说 你现在讨论这么多都是废的 因为这个议案是说什么 是说一些人如果可以在这个 医管局卫生署等等的政府部门 任职超过三年 就不需要搞褐蛇 就不需要实习其他 但是问题现在医生 为什么不喜欢来香港 或者来不到香港 就要考虑一个很麻烦的执业史 你讲来讲的四个方案 都是要别人考证业史的 那你说什么差事 增加医生供应 我就觉得最误导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说 如果这个议案通过 就会有很多医生 来舒服我们香港的情况 事实上就不是 其实就是这样 我觉得整个这一场 我只是不过去讲闹剧 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医生 他们本身是一个 因为这个医生不足的事件 是一个政治事件 已经不是一个社会事件 就是医生如何是可以令到 人们觉得不是为自己利益的时候 等到公众形状好一点点 所以他们应该有心给这个过的 所以现在再名票过 现在那件事 你还要搞成这样的话 是很有差 是很有差 就是他们其实一个医生 大家就是 就是为什么那些香港人是这么丑恶 医生啊地产商 大家是要将整个香港 是要残害到尽 或者甚至是 就是其他很多 类似的一些这样的压力团体 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些利益 是将香港残害到尽 而这个是令到 就是大家作为香港人很悲哀的 我又要说现在最新我们的新闻 其实我自己更加偏向相信 投暗票的那些反对人 多数都是医生代表 为什么呢 由我去说这个最近 这个团结基金 加上比较亲政府的香港01 他们都是主催什么 团结基金是董建华背后打息 他们都主催海外医生面市 8万5万 你就知道亲建制的人 其实都是要放宽海外医生资金 现在反对的人 就是全部都是那些利益阶层 还有就是怕那些海外医生 又来了之后 跟着那些大陆医生就会来了 这个就是我觉得 本地医生肯定是担心的 但他会用这件事去制造恐慌 直到今时今日呢 是的 我都还识得一些所谓本土派 反对海外医生有什么问题 海外医生就是大陆医生 大陆医生来香港 就搞坏了我们香港医疗 还是讲这些东西的 我亦都相信我们这个节目下面的留言 还是有人会骂一样的 你现在是不是想引入大陆医生 你是不是想搞坏了香港制度 他永远不会去讲一个事实就是 没有大陆医生你就继续慢慢排 排到死为止 那为什么这种恐慌会造成 就是因为现在的医生阶层 都是这样去讲 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之前都说过 譬如他们最喜欢说什么 就是说这个公司的医疗的分布不平 因为大多数医生去了私营市场 私营市场 就是服务很少的人口 我又讲一个例子 是Biron 那时候他不是写了房屋和医生的工具 其实是很相似的 明明他必问呢 就是串通那些政府医生 那些 你们或者是左交 经常都说那些公司不平衡 其实那些私人医生 如果海外医生去了私人的地区质业 他都会帮助我们舒缓 那个医疗的压力 你知不知道跟着信报帮他加条什么题 原来他帮他加条件是说 问题就是在于公司不平衡 你想想 连传媒的编辑都知道 现在的民意就是被人疏擺到 觉得现在香港医疗的问题 不是供应的问题 是公司实行的问题 那你写篇东西是想嘲讽这种说法 他那条题都可以 关键就在于公司医疗温配不平衡 那你就知道香港是没得搞的 香港也是这么说 那你都可以证明那些传媒是挺偏颇 传媒都明白 你想想如果我不写这条题 我最后就会被人骂 你喜欢看这些民意的问题 是的 他觉得有这个问题 而有个问题就是 这个民意是谁的疏擺 就是现在的医生 那这个又是牵涉到一个很远的问题 我不详细说 我们经常都很相信香港医生的专业 但他没有想过香港医生的专业 和他们将他们自己的利益 放于公众利益之前 是没有矛盾的 我第一开始就这么说 是的 而当我们相信了医生的专业 而相信了他觉得 现在香港的医疗问题 是因为公司不平衡的时候 整件事就是错了 整件事等于现在对于房地产 只不过因为那些楼是供应不平衡 那你相信错误的权威 因为这个本土研究社 拿了很多的数据出来 他是专业 姚崇严又是教授 又是专业 然后他们说的那些东西 其实是和香港利益是不等同的 你都会被他们疏敗 最差的是 帮他们说话的那些人是受害者 帮他们说话的那些人 不是说什么 还有一些就是本都派 那些人是帮他们 帮他们整班人 已经是剝削你 就是人家卖了你 就帮他们授钱 那样东西 反而我想再说多一点 如果刚才你提到团体基金 说的意见的提议 就说不用考试 跟坊间讨论过 你说是不是 道律医生来很有关系 他现在要考试 基本上考英文就九十几个人 基本上就算是怎么过 要考试的话 基本上是难了很多内地医生 对不对 我同意 但如果是不需要经过考试的时候 就有机会了 那就要看看他 什么学校毕业 或者什么地方执业资格 够经验的时候才给 现在团体基金 都是说世界大学排名前五十个医学院 就给他面试 其实很明显说 王延山就是抄了老少一条路 因为这个人是老少第一个人 但都反对 我想说 那内地的学校的医生医学院 有多少间是 好像只有八间 如果你根据新加坡的参议 就是八间 但实际上不止五十间 那些班都会吵 他现在要考试试 差不多所有内地医生 但他们都觉得 引入好像是 放蝉蝉蝉入零食点的时候 你说不用考试的话 反对力更加多 其实很简单就是 英联邦医生 英联邦医生 你肯定那些 王重国的人入不来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世界训练多少间 那你就英联邦医生 那我们一向是英联邦医生 以前都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就入来 但我们已经重复说了 开放医联邦医生 有多少个医联邦医生 会来 很同意老师说 你香港有保吗 浪費气 下次再说 关于医疗问题 明镜需要您的观点 明镜需要您的观点 那郭隆重的落泄 ятель性